四季马来西亚分会和大龄慈激医院第二次签署备忘录 延续跨国医疗合作实践无为强医疗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看到洗肾中心的我们的圣友的话 也是需要医疗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要把这个医疗服务给我们的洗肾的圣友的话 我们应该需要有一个团队来支持 那么将来讲大龄医院一路下来 我们也是五个人互动的 所以大龄医院就是我们先开始的 变成上一个MVU 五年来马来西亚分会和大龄慈激医院 进行过多项医疗合作互相精进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感谢您的重新 这次合作与大龄医院 在过去五年 我们有合作与大龄医院 此次更新备忘录也加入新合作项目 因为我们国家步入老化 人民的寿命延长 那这个失智的人口就会增加 因为失智在对每个家庭 其实是很大很大量的负担 那大龄已经很成熟 也很有专业在做这个失智的病人的照顾跟医房 所以我们就会跟着大龄的脚步 然后在马来西亚怎样去推动 跨国医疗合作将社区医疗云端化 实现无围墙医疗 病患能够更直接地获得咨询 两国医疗团队也能互相精进 大家一起守护生命 守护爱 待新闻余少连 陈敏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